今天我是莫迪拉社群的志工Ervin 我今天会来介绍Waymaker,BlueBreebomb跟GithubPage这三样东西 加在一起的目标就是要让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很简单的网页 然后放在网络上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知道Github是什么人,不知道的举手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的,大部分都不知道Github 知道的呢,我预期刚刚没有举手的,应该都会举手才对 知道Github是什么人,都没有,好都没有,就表示这堂课是有价值的 这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那因为我准备的内容 我没有准备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如果等一下结束之后还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继续问问题,那我知道什么就可以跟大家介绍什么 其实这方面有蛮多蛮多的内容可以讲的,那我准备的内容其实没有那么多 诶,哦,按错了 那,我是Erben,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Erben,那我来自摩利亚台湾社群 这是我们的吉祥物,这是我们的吉祥物,这是我们的网页 如果你有曾经有下载过Fibas的话,就是Fibas的浏览器,或无浏览器拿来上网用的东西 有谁有用过Fibas的? 哦,不错,那没有用过的呢? 一样,我预期刚刚没有举手,现在都应该要举手 对,如果你有用过Fibas,那你曾经下载过,应该都会看到我们的网页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网页它完全是志工在维护的,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15年 呃,没有15年,11年都是志工所经营的网站 对,我们是一个在台湾的业余的网路爱好者的社团,社群 那,我们负责的就是维护这个网站,推广Fibas,推广它的理念 然后,还有就是,促进台湾的网路的发展创新,等这些东西 等一下会有影片,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 总之呢,就是如果你下载Fibas,你就会看到,这是我们的网站 那,这是我的,呃,就是我的服务的社群 好,那,我是摩尼拉rap mentor,这是摩尼拉的其中一个志工组织 摩尼拉台湾社群是摩尼拉的,全世界摩尼拉这么大一个摩尼拉的其中一个小的国家性的社群 那,我又是一个,我又是全世界这个摩尼拉,这个世界摩尼拉的其中一个跨国的组织 摩尼拉rap的这个组织,其中的mentor 那,这个投影片等一下,呃,会在网路上面,让大家可以下载 所以说,如果你对,对我讲的东西有兴趣,或者是对我这个人,我个人 或者是对我们社群在做些什么事情有兴趣,都可以直接在网路上面Google 找,找,找我的名字就可以,就可以Google得到,我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这是我的业余的事,业余的试号,就是我的志工的部分 那,我的正职是女人迷这个网站,女人迷网站的前端工程师 那,这是一个女性网站,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那,呃,我们是一个新创公司,大概在台湾已经大概四年左右了 那,前端工程师负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网路上面,就是网路上面 你看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我们负责的,除了设计以外 就是设计,设计会把网站的设计图画出来,然后会把它做出来 这是前端工程师负责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今天会学到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这是我的正职 那,我刚刚有说,我是网路上的志工 我是网路上还蛮长期的志工的 那,我们在台湾已经,就我刚刚讲了嘛 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11年,这个社群已经11年了 那,我大概是从2006年开始就,我在帮,就有帮社群做一些事情一直到现在 那,网路上,刚刚有介绍过网路上是FIFAS这个软体的基金会 是开发FIFAS这个软体的基金会 那,MAYLA有一个 这个基金会,它是一个便利组织 那它有一个政务 政务是要维持网路的创新开放 这是,这个基金会最主要的政务 我发现多了四张影片 所以我还要当电 好,然后 MAYLA基金会除了做FIFAS以外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它有些其他的转案加任务 包含了今天我们 这一堂课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part 第一个部分会讲到的Waymaker 这个教育专案 就是也是MAYLA基金会其中一个专案 那,这个Waymaker这个专案是做什么事情的 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 我们网站上面所讲的传授web技能 等一下会更详细的去介绍Waymaker这个东西 然后呢,Waymaker这个东西目前有四样工具 我们今天会用到第一样工具 那你可能也会有机会看到第二样工具 那第三样跟第四样工具 今天不会碰到 但是大家可以回家的时候自己找我看 自己看看自己玩玩看 好,那我现在先播一个影片 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MAYLA 什么是MAYLA社群 那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到底我们这些志工 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是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什么而在做这些事情 让大家想要工作和联系 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Crazy people MAYLA社群 MAYLA社群 是最好的名字 我们的制作 FIR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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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一刻当时 是因为它跟网址 进入价格 而其他人了解 正在网址 它是一件事 比较有没有用的 有任何科学 是增加你 有很多什么τι次 美好的 我发现很多新都里面 因为现在 有些新都在 一般的好事是,我們不在做的事情 從人們做不來的工作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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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的信息 你會有更多的社會 有更多人的想法 看來多人的事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我們會想說, 我們會用它 我們會用它 我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而In the corporate company we have a high-quality product with customers 而社 earfolders who want profits we have a mission to keep the web open to provide choice wär other nonprofit so we can make product decisions based on user experience and empowering people and building product that cares that you're a citizen of human beings and not based on—that you own wallet 中文文化 中文文化 這是不是 熱的不是只是你會飲用 是你會影響自己的 我們有這些想法 如何運作的世界 我們常常在意識到 讓人們可以觸碰和成為一種 那是不同的 好,這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志工社群 我们这个国际性的基金会跟社群 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刚讲的嘛 维持网路创新 保持网路开放 然后就这样子 就是这就是一群关心网路的人 如果大家对我们讲 就是还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一部纪录片是从 是在讲这个基金会怎么出现 怎么成立的 它其实它的前身是Netscap 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 1997、98年那个时候 Netscap这间公司王景 就是第一个商用浏览器那间公司 然后后来跟IE6.0 跟WindowsXP的IE6.0 在互相竞争市场 然后它输了 后来就转型成为一个基金会 然后就变成为了 那我们有一部纪录片叫做 叫做Core Rush 然后可以直接找找看 就直接搜索我们的纪录片 就在YouTube上面找到 对那它有中文字幕90分钟 它还蛮忠实的纪录当时 细口的状况在 好那 这就是Modilla 就是我们这个社群 这些人在关心的事情 刚刚大家看到就是 我们这个社群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跟职工 那我们现在有11个办公室在世界各地 然后还有几乎只要有网络的地方 就是有开放的网络网络的国家 都有我们职工 包含在中国也有我们职工 那接下来一段短片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 各国的Modilla的至公灵的样子 稍等一下照一下 我们职工 我们职工 I'm from Japan I'm from Indonesia I'm from London, England Amsterdam I'm from India Italy I'm from Cambodia I'm from Taiwan I'm from Taiwan I'm from Taiwan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work together and form and strengthen this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mission is key to our success I'm Angela King and I'm a Mozilla I'm Paul Wittig and I'm a Mozilla I'm Lars and I'm a Mozilla I'm Sasha and I'm a Mozilla I'm Sarah and I'm a Mozilla I'm Michael and I'm a Mozilla I'm Bob Martin, I'm a Mozilla I am Priyanka and I am a Mozilla We are about our cause and about the idea of doing things The heart of Mozilla is a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mission I am Yash and I am a Mozilla I'm Tali Hoopchaiki and I'm a Mozilla I'm Yulz and I'm a Mozilla I am Teodoro and I'm a Mozilla I am San James and I am a Mozilla I am Dolphine and I am a Mozilla I am Tristan Ito and I am a Mozilla I am Tristan Ito and I am a Mozilla Many roles, one community, one Mozilla That's the key to what will make us successful and to have the maximum impact as we go to build the internet the world needs I am Capro and Alice I am Bartlett and I am a Moz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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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Mozilla Mos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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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2013年的時候的那個 世界年會的時候 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的 Modila的志工跟員工 統統聚集在一起 的研討會 上面的錄影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們這個組織 就是它 其實就是從世界各地而來 就是世界各地關心 網際網路的一群人然後關心 跟資訊有關的教育的這一群人 一起組成這樣子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這樣子的我們這個組織 它的樣子 好那接下來 今天的課程的第一部分會是 WayMaker的工具 剛剛稍微有提到 那一開始 我會先用 X光護目鏡這個工具讓大家 認識一下網頁這個東西 OK 拿到的那個 講義啊 它的那個斜體 斜體斜的地方好像有點怪 沒關係就是大家就知道那個是斜體就好了 那有點奇怪的效果 自斜錯邊 那這份講義有 電子版電子檔直接在這邊就可以下載 所以說就是回家之後你要直接存檔 就直接在那邊下載就好了 好那現在是第一個階段 是認識網頁的基礎結構 我會從 先讓大家認識一下網頁 是怎麼組成的 然後接下來 第二個階段才會去 用Proof Reform去寫網頁 對 所以說 在DG呢 我們還不會用到軟體 還不會用到今天這個軟體 好 好 剛剛 剛剛有說就是我們台灣 就是摩尼拉在台灣有 其實摩尼拉在台灣從零三到現在 有大概 也有幾百個字工 就是一直持續 陸陸續續的也有蠻多字工的 那 剛剛我們有把 這邊的照片傳給大家 傳給現在線上的字工們看 我們有幾個人是從 是從雲林斗六來的 然後我們 我們還有一個線上的 線上聊天群組 有就是各國的摩尼拉的 之工 現在有兩百人 有十個人在線上 就是怎麼樣 它這個跨國組之間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隨時都有人醒著 然後隨時都有人在睡覺 對 那亞洲這邊的話 比較少一點點 OK 對 言歸正傳 好第一個 正式網頁的基礎結構 我們現在要先給大家看一下網頁 X光護目鏡 這個東西 然後透過這個東西去了解網頁 是什麼樣子寫出來的 那我先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接下來就把螢幕切回來 讓大家實作這一個步驟 第一個你先打開瀏覽器 那是Fivebox 你開什麼瀏覽器都可以 不論是IE 不論是IE 或者是Fivebox 或者是Chrome 我不知道 就是學校這邊電腦裡面 有的是什麼瀏覽器 不過都沒關係 只要打開瀏覽器就可以了 打開瀏覽器之後 連到XrayGoogle這個網站 你可以直接用搜索都會比較快 直接找XrayGargos XrayGoogle Gar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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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搜索這個網站 你就會看到第一個就是了 它那個 這個有點怪怪的 那沒關係 不要管它 欸 怎麼會跑出這個 直接點一去就好了 那 進去之後 會看到它的 就是 這個工具 這個WiMaker這個工具的 簡單介紹 圓滿 沒關係 等一下 然後 放不出來 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這就是XrayGoogle這個工具的 第一個 的展示畫面 看到這個畫面之後 中間有一個黃色的按鈕 很黃 很黃 熱黃色的按下去 然後一樣再等它一下 它需要一點時間從我們上面載入 它需要一點時間而且 有了 就會看到 右邊跑出的工具列來 然後 跑出了這個對話光 不要管它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你的滑鼠 指到哪裡 都會有 反光的顏色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看到 你指到這顆按鈕上面 它就出現了Button 指到了這個標題上 它就出現了H1 這Button跟H1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還會 有更進一步的介紹 那反正現在大家就先 把這個東西 按照它的一二三的說明 第二部 點擊背景圖片 所以我們就指到 它背後這個彩色的 這個背景圖片的區域 按下去 好 等它一下 現在在這邊 點擊萌葉的背景圖片 第二部 接下來第三部 我還沒載入 再等一下 好 第三部相會跑出 空光 我現在不太正常 重來一次 我重載一下 可能網路有點問題吧 再一次 剛剛示範到第二部 那第三部 它應該會跑出一個空框 然後裡面有 這段文字 再一次 OK 又回來了 我把畫面鎖下一點好 再一次 先說明就是這個工具 它是讓你看 偷看網頁後面的原始碼工具 所以說 就是剛剛我們在 法手在移動的時候 它會顯示 就是 這個東西是Button 這個東西是H1 這個東西DIV 這個東西是 背景圖片 它 就是會即時的把網 正常 它會即時的把 就是這一塊 的 這一個網站的 這一個部分 它的原始碼顯示出來 那第三部 你會看到就是 背景圖片的原始碼 是長這個樣子 那 前面這個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不要管它 反正等一下會看到 那我們先把它 按照說明 把圖片從 shaps 改成blur blur 就直接改 然後一樣的等它一下 你改完之後就等它一下 你看到網頁現在變白 然後 它瞬間就變成了另外一張圖片 其實這樣子就是 我們就修改了這個網頁 這是第一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部分 那我現在先把畫面切回去 請大家跟著一起做做看 那 記得搜索 X光顧目鏡 或者是 X-ray Goggles G-O-G-G-L-E-S 或者是直接進入到這個網址也可以 我講義上面也有寫它的網址 Waymaker.org ZHTW 然後Goggles 好 給大家 五分鐘的時間 試試看 然後 我會一直 我會下去看大家的 進行的進度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就舉手 舉手我就會過去 等它今天一整 今天整堂課程都是一樣 就是如果你有碰到任何問題 或是任何就是 不如預期的狀況發生的話 就舉手 那 如果有 同時有很多人一起 碰到問題 那就請台下的就是 資訊相關的同學幫我一起 協助一下其他人 好 那 剛剛我們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我要切回來囉 剛剛我們用 用X2i Google把它 啟動這個X光圖目鏡 然後去看了一下網頁的圖 底圖的原始碼 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 這個網頁的這張底圖 HTML的程式 那我們把它的原本的那個圖片 換了另外一張圖片 剛剛做的其實就是 很簡單的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網頁的這張底圖 換了一下 那它讓我們可以就是 稍微的看到 就是這個網頁的到底是怎麼寫出來的 包含了像中間的這些文字 這個按鈕 然後這個框框 這個標題 這個底圖 還有這個標題的圖片 就是這個工具可以讓我們就是這樣子 偷看一下整個網頁 到底是怎麼設計的 那我們打開了這個框框裡面的這個 底圖的這個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就是我們平常 寫網頁的人平常在寫的東西 就是網頁的程式 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 開始做第二步 在第二頁的最上面 這個工具 我們可以把這個工具 安裝到瀏覽器上面去 安裝到IE或Chrome上面去 安裝到Chrome上面去 因為這邊的IE不會動 那我們把它安裝到Chrome上面去 你就可以用這個工具去 偷看一下你平常在用的網站 它到底是怎麼樣 它的程式到底是怎麼樣子的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工具安裝上去 安裝到你的 瀏覽器上面去呢 我這邊有列了三個瀏覽器的步驟 第一步我們要先把 瀏覽器的書籤工具列打開來 因為現在的瀏覽器 預設都沒有工具 沒有書籤工具列 那 像在 像在 在這個是 Fivebox上面 是從 是 分頁列 空白按U 建選的書籤工具列 那 這邊大部分的人 用的都是Chrome 那我也開一下Chrome 來 示範一下 那 Chrome的方式是 按下 選單書籤 顯示書籤列 就是 我這個講義 講義的B Chrome的方式 選單書籤 顯示書籤列 選單 書籤 顯示書籤列 我今天所做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寫在 都在講義上面 所以說大家不用抄筆記 就是 不用花時間去寫它 就是照著講義的步驟來就好了 這樣就會把這個 工具列打開來 這是 Chrome的步驟 然後 我要到 X-Ray Google 的網站 先把書籤工具列打開來 然後接下來 我要到 X-Ray Google的網站 剛剛的那個 同一個畫面 等它看一下 無線網路有點慢 然後 這個畫面 這邊 有一個很大的按鈕 這是我們剛剛用的按鈕 那我們現在要點下面這個 安裝 X-Ray Google X-Ray Google 並獲得 查看和編輯 任何網站 背後原子碼的權利 不用管 就是 我要從這個連結過去 安裝的畫面 就點這個連結一下 然後就會進入到 安裝畫面 進入到安裝畫面之後 我要按住頁面 右上角的黃色這個 黃色的按鈕 然後拖到書籤工具列上面 進入這個畫面 進入這個畫面之後 這顆按鈕 我要把它按住 然後直接按住 用左肩按住之後 直接拉到這裡來 放開來 這樣子 就裝好了 這樣子裝好了 這個就是把這個工具安裝在 右上機上的步驟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呢 就隨便開一個 就是你平常常用的網站 像是Yahoo好了 隨便打開Yahoo 或者是任何一個網站都可以 它都可以用 在任何一個網站它都沒有效 打開任何一個 你常用的網站之後 直接點這個工具 按下去 然後一樣等它一下 等它網路載入一下 隨便開一個網站 隨便開一個網站 然後直接點書籤列上面 在sr.go的按鈕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看 就是可以 跟剛剛一樣 用這個工具看到網站 這個網站的原始碼 到底是長的是什麼樣子的 欸 有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Yahoo這個網站 它其實 看起來就是很複雜的畫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一個的 方塊組成 一個一個的東西組成的 就是這樣子 它每一個標題都是一個 都是一個網站的元素 每一個每一行字都是 然後這張圖片 也是一個元素 這圖片上面的一個標題也是 然後這 左邊的這麼多這麼多 這麼多的連結 都是一個元素 然後當然跟剛剛我們 在修改網頁的背景一樣 你只要點任何一樣東西 都可以去修改它 這就是sr.go好玩的地方 像這個林鳳影 林鳳影不放棄 改包裝拼再起 我可以點一下它 然後等一下 一樣要等一下 等它把後面的原始碼 打開 拉開來 又來了 重來一次 有時候這邊這種狀況 可能就是網路的關係 再重來一次 就是它出現的下面的方塊 但是沒有按鈕 沒有 沒有原始碼跑出來 沒關係 就再來一次就好 點一下 啟動 好 我剛剛點這個 梅露為歌後 蔡依林坦炎下到 好 那我剛剛點的這個標題 那我想要把它改成 改成什麼 蔡依林坦炎 沒在怕的 沒在怕的 打錯了 要打這邊 沒在怕的 按更新 雅露上面的這個新聞 就被我改成 就被我改掉了 變成梅露為歌後 蔡依林坦也沒在怕的 大家等一下就可以來試試看 好 我們現在再切回來 第一步先把瀏覽器的工具列打開來 HiPAS的步驟 Chrome的步驟 IE的步驟 第二步 連選剛剛的S-RayGabble 網站下面的安裝 並獲得查看的連結 安裝的連結 進去安裝畫面 第三步 把右上角的按鈕 拉到工具列 拉到書籤工具列上 第四步 隨便打開一個網站 然後 點工具列上的這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開始就是 修改別的網站 的內容了 好我現在切回來 如果你修改 好了 把 如果你把就是那個網頁給改好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如果不小心按到了就是重整 就是網頁上 Google上面那個重整的按鈕 那個你修改的內容就會不見了 呃 我現在會告訴大家怎麼樣把你修改好的這個網頁給存起來 那這是講義上面沒有寫的沒有寫的部分 先切回來 大家看一下 就只要一分鐘就好了 如果 我們來先試試看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第二個練習 用X-ray X-光路目鏡來 修改常見的網頁 探索跟修改常見的網頁 你可以看到網頁的原始碼的 樣子 它可以讓你偷看一下網頁原始碼的樣子 然後可以讓你修改 那改完之後怎麼存檔 我們接下來第三個練習會講到就是你要怎麼把你做的修改存檔下來 那現在我們要來做就是今天這堂課的第一個 第一個簡單的網頁 那就是用我們剛剛這個工具來做 等一下大家 要先打開來這個 小小的關於我的這個網頁 它的網址是這個 MZLLA EQ5OUDZ 因為網址很常說我把它縮了一下網址 EQ5OUDZ 點了這個網址之後你就會打開這個畫面 這是一個空白的自我介紹 那它有個標題然後有自我介紹 然後 有一張圖片 我是 我們有流空 我的特異功能有什麼 也是流空 我想要學習如何 有流空 我對於網路的什麼 超興奮 有兩個空白 現在我們就要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這個 X-ray goggles 這個工具來 來把那些空白給填上 打開了這個網頁之後 就可以直接按書籤列上面 你剛剛裝好這個 X-ray goggles 這個工具 這個工具 這就是書籤列 這是你剛剛拉上去的 X-ray goggles 或者是這邊有一顆 按鈕也可以直接按它 也可以 那直接按了之後就會把它打 把它啟動 有了 就會啟動我們剛剛就是已經用了兩次的這個功能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空 把這些空白的東西填好了 像是 我要在這邊寫上我自己的名字 我是 我就可以把這裡改上我的名字了 那邊就看看我的名字已經顯示上去了 然後按下 確定 他就填上去了 然後 我的特異功能有 這邊我要填這個空白 大家就把它想亮成其實就是在 就是把網頁印下來然後在紙上填空 意思一樣 對啊 把我這個底線的地方 我特異功能有 切成中文 寫網頁 為什麼簡體 什麼意思 寫網頁 最近 最近我們在大陸有一個資工他在 在 在 西北方 大陸西北 在 三四個國小 也在帶 也在帶這個 Waymaker相關的課程 國小小朋友他們也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跟我們 用這個同樣的工具 我的特異功能有 寫網頁 講課 確定 那 等一下大家就要把 把你的名字 把 你的技能 你想要學什麼 你對於網路的什麼 最 最開心 最興奮 等下大家要把這幾個空白 當中填好 那填好了之後呢 填好了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填好了之後請注意右邊這邊的工具列 就這個SV告的工具列裡面有一個P 最上面這個 這個就是把你 改修改好的網頁存檔的功能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會跳出一個登錄的畫面 這畫面 還沒有中文 就很可惜 那 在這個登錄的畫面 因為大家都沒有帳號 所以我們要點這個 這一步 按下去 填好資訊之後 然後按下P按鈕存檔 接下來會跳出登錄畫面 我們要按 JoanwayMaker這個綠色的按鈕來建立帳號 這個 JoanwayMaker這個按鈕 建立帳號 建立帳號很簡單 輸入你的email就好了 切成英文 輸入你的email 像我的是 好輸入一個email 然後 換一個 然後 一樣把第一個勾勾 同意 同意授權 同意這個 WayMaker的工具的授權 跟隱私條款 勾勾 大家可以自己點去看 然後 按Joy 然後他會讓你 建立一個使用者代號 使用者代碼 然後 你把你的 就是隨便選一個你的使用者代號 按Create 這樣你的 帳號就開好了 那帳號開好之後 你就看到剛剛這個 發佈你的 發佈你的修改的這個頁面 這邊就會出現一顆按鈕 是 這一部 接下來到了這一部了 Publish to Internet 你只要按下去 你剛剛用 SYGoggles的工具 所做的修改 就會 發佈到我網路上面去 他就可以被別人看到了 就不只是在你的電腦裡面的修改了 有了有看到 他就立刻就給了你一個網站 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你所做的修改 修改之後的網頁 把它點一下就會打開來 然後這就是 改好的東西 就是你修改好的東西 我剛剛填的名字已經上去了 然後 我寫了我推功能也上去了 那這個網址 我就可以丟給別人 然後剛才說這是 我自己的自我介紹的頁面 好 那我現在切回讓大家操作 土布 第一個打開這個 空白的自我介紹網頁 第二個 按下使用SYGoggles重組 或者使用書籤列的工具都可以 第三個把空白的資訊填好 第四 按下右下角的那顆P 存檔 然後接下來 在按右上角的那個綠色的加入 加入Maker來建立帳號 建立好帳號之後 按下Publish把網頁發布 然後你就發布 你就做好一個個人網頁 那個就是你的個人網頁的網址 這個就是你的第一個個人介紹網頁的網址 就走步 現在我們把這個步驟已經做完了 現在大家已經有一個個人 個人簡介網站 最最最簡單的個人簡介網頁 的製作 好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是HTML 到底我們剛剛 用SYGoggles修改的原始碼裡面 除了那些流控的地方 除了那些英文的句子以外 其他的那些代號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些東西是 叫做HTML的程式 HTML是什麼意思 就是網頁設計是寫網頁用的程式語法 用來寫網頁 最最最基本的網頁的內容 就是用HTML寫出來的 就是剛剛你 可能在修改 標題的時候有看到 H1 H2 或者是有在修改內容的時候有看到 LI 在剛剛的流控的前後有 LI跟P 這些東西都是HTML 都是網頁程式語法 那 HTML是拿來寫網頁內容用的 那CSS是用來幫網頁加上 樣式用的 HTML跟CSS加起來就是 就可以拿出就可以寫出我們常見的這些網站來 在講義的最後面我有附上 有附上兩份文件 是非常非常詳細的 HTML的 HTML的 參考文件 第一份是HTML小抄 網址在這 網址是3號 這個 這個網址 HTML小抄 第二份是 HTML簡介 這一份比較長 在這邊 第二份的網址 這兩份文件 是我前兩天 是上周末的時候把它整個做好的 就是我把它從英文 做好 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的 第一份 HTML小抄 這邊有最基本最基本的HTML介紹 它包含了網頁 每個網頁都會有的基本的東西 然後每一個標籤是什麼意思 每一個HTML標籤是什麼意思 然後 包含了我們剛剛在修改網頁的時候 你應該有看到的 其實協網頁其實就是 用這些 用這些符號來把 來把文件組織起來 告訴來我們要怎麼樣顯示這份文件 還包含了 後五 bli城建的 列別結構 這是第一份HTML小抄的內容 大家可以回家慢慢看 然後第二份文件是HTML的簡介 這份文件是非常詳細的 HTML的最基本的概念跟入門 回家的時候可以慢慢看過一遍 他的網址就是這個網址 他的文件在網路上面的網址就是這個網址 你可以上網看或者是直接看我們講義的最後面的附錄 包含了HTML是什麼 他的原理是什麼 他是誰發明的 Tim Berners-Lee 他現在還活著 沒有那麼老 Tim Berners-Lee 他在1980年發明HTML的到現在剛好是20年 好像剛好滿15年 前幾天的時候滿15年 最基本的HTML是什麼 最基本的一個段落 然後如果你要加上寫體 如果你要插入一張圖片的話 對 這一份文件是很基本的HTML的介紹 你從頭到尾看過一遍 應該就可以寫出最基本的網頁啦 除了可以寫出來的話 應該還可以了解說就是 網頁最基本的結構是什麼樣子 對 這兩份文件在講義的最後面都有印出來附上 那在講義上面我有列出來就是 最基本的這幾個元素 這些是寫網站的時候 你應該會認識到的元素 當然我們等一下用Blue Freeform 來寫網頁的時候不會 不會 你不會真的去用手打出這些程式來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到 他幫你打出了這些程式來 好 那這個part就是請大家回家研讀的 接下來就進入整個 今天課程的第二部分 Blue Freeform 網頁設計軟體 好 我剛剛 剛剛大家應該都有做好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個人介紹網頁了嘛 那你也有可能就是 也有就是做了一個 像我剛剛把Yahoo新聞 我找了一篇Yahoo新聞 一元子儀找媒體當打手柯P 我是被打的 然後用剛剛的工具把它修改了一下 一元子儀找媒體當打手柯P 居然被你拆到了 然後 如果我把這個網址貼到網路上面 不知道有多少會被騙到 這是很有趣的 大家可以實驗看看 當然在網頁的 在這個網頁的 這個網頁的最上面 其實會有一行字告訴他說 就是這個網頁是被你修改過的 然後其實你看網址也可以知道說 這是就是 不是在Yahoo上面整整的新聞 但是 對 這是 可以試試看的事情 好 那我也是 就是直接用SVGoogle 然後進入某一篇新聞 然後把它改掉一行字 然後存檔下來 就變這樣子了 這是SVGOTOS 剛剛我們第一階段講的 SVGOTOS有趣的東西 有趣的地方 接下來 Bluge Reform 第二部分 男士舊 它是這個圖案 男士舊 不是Gripping Gripping 跟Gripping 是同一個字 就是同意字 對 很容易就是每次都叫錯 然後結果它是一個 開放原始碼的網頁編輯軟體 跟 火湖一樣 跟FivePath一樣 是開放原始碼的 那它可以所見極所得 什麼是所見極所得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解釋 然後它支援多國語言 包含它的界面也有中文 然後支援現在的網頁標準 HPYCS3 大家剛剛寫的網 剛剛修改的網 HTML的原始碼是 第五版的HTML 第三版的CSS 然後 Bluge Reform 它是自由軟體 你可以自由的下載 安裝 Copy給別人用 那它用 FivePath的核心 開發的 等等等等 這些可以進去看 接下來 我們要請大家到這個網站 去下載Bluge Reform Bluge Reform.org 那當然也可以搜索Bluge Reform 就好了 就會找到它的 它的網站長得像是這樣子 網站是英文的 不過下載下來之後 軟體是走的 Bluge Reform.org 然後點選 Download 下載 然後點選 Download Installer安裝程式 點選這個網站 Bluge Reform中間的Download 這個按鈕 然後進去之後 有一個Download Installer 可以讓你下載 Windows的安裝程式 然後接下來下載下來之後 大家就把它安裝 就直接點 點那個 安裝程式安裝起來 我用無線網路 所以我應該比較慢 大家下載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快一點 對 那安裝起來之後 你打開來 它就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這樣子 看來進去 還沒進去 好吧 總之 就是請大家到Bluge Reform的網站 然後點選Download 然後點選Download Installer Windows的Download Installer 然後 按下直系 然後把它裝好 然後裝好之後 就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就是 像我這樣子的一個 文字編輯的介面這樣 好 我不等它了 先切回來給大家自己裝 先大家把它裝好 好 這邊我們就等它下一下 沒關係 它有點時間 我們今天只會下載這個軟體而已 所以說 就給它多一點時間 接下來 大家都裝好之後 就是 我會一樣就是 繼續按照講義的說明 請大家先建立第一個網 第一個 就是先用Bluge Reform 打開第一個空白網頁 然後 輸入你的 輸入你的 第一個Bluge Reform網頁的字 就是 在空白網頁上面 打上我的第一個Bluge Reform網頁 這一行 然後 存檔 然後接下來 會把 會把這個 會加入連結跟圖片 然後 接下來 如果還有 如果時間還夠的話 我們就會去調整 你的 就是你寫的這個網頁的樣式 它其實就是跟 用一般的 Word的感覺就很像 所以說 其實大家可以自己用用看 沒什麼問題 不太會出現什麼問題 好 那我希望今天有 就是有時間可以 讓我們成功地進入到第三個parts 把網站存到Dcap上面去 好 我們現在 這個 這個步驟我先示範過一遍 然後接下來 就讓大家 自己來做你的第一個網頁 然後 同時 同時我們接下來就是 大家在做第一個 網頁的時候 就是也順便休息一下 對 也 快要兩個小時 快要 快要 一個半小時 所以說我們先示範完 然後接下來就休息時間 加上 加上做第一個網頁的時間 這樣子 第一個網頁 當你裝好Blue Clifford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圖示 應該會在桌面上 或者是在 程式裡面 在開始程式裡面 有一個Blue Clifford 欸 怎麼會跑出結尊 Blue Clifford 然後裡面就會有 Blue Clifford 開起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 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應該會有一個 就是提示 那提示其實就是 可以把它關掉 沒關係 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 類似 類似 Word的畫面 蠻像的對不對 上面有工具列 有各種的樣式 有樣式列 然後這邊有一個網路特別的東西 就是 ID class 這是特別給網站用的 東西 其他東西其實都跟Word 蠻像的 還有表格 有插入圖片 然後 有插入連結 其實Word也有 然後 其他後面的這些 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跟網路有關的東西 包含插入影片 插入聲音 然後 表達方程式 網頁其實也可以插入方程式 是有點複雜 然後我們 接下來 打開之後 我們要按下 工具列的第一個按鈕 建立新頁面 這些按下去 它就會開一個空白的新頁面 就這樣子 就是 空白的網頁 好 下面 下面 下面會有兩個模式 這邊會有兩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 設計模式 第二個模式 原始碼模式 那它其實就是這個網頁的兩個 兩個模式 那我們 我們平常都會在設計模式裡面打字 在設計模式裡面寫網頁 然後切換到原始碼模式 你就會看到你寫的網頁的內容 好 然後 我們會接下來要在這邊輸入 輸入第一行字 我的第一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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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中文 第一個網頁 你可能不會看到右邊這個面板 沒關係 我再把它關掉 對 你可能看到會是比較像這樣子 先輸入我的第一個網頁 然後 GuruGreform 網頁 輸入第一 輸入這個 然後接下來按下存檔 存檔之後 輸入標題 我的第一個網頁的標題 按下存檔 開啟新檔案 開啟新頁面 存檔 都跟大家想像應該都一樣 然後輸入標題 這個標題是做什麼 就是 到時候要瀏覽器打開這個網頁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在 網頁視窗的標題 跟分頁的標題裡面 你可能聽不懂在講什麼 沒關係 等一下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選擇存檔的位置 我先把它存到桌面 然後就網頁的網頁 這個不用改 直接按下存檔 好 這樣檔案儲存到桌面 接下來你可以按下 Blue Clifford工具列 右上角的地球圖示 來預覽 這個地球圖示 這個游覽器的游是錯字 自由軟體 就是偶爾會有這種錯字出現 按下去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這個選擇的東西 讓你選擇說 你要用什麼瀏覽器來預覽 你的這個網頁 請按選擇 然後 IE 然後 在電腦裡面找到IE 或者是 或者是Chrome 今天大家都在用Chrome 找到Chrome的位置 按選擇 然後 可能要去C裡面 Program Files裡面 然後 Google裡面 Google在哪兒 Google裡面 Chrome裡面 可以選裡面 找到Chrome 就你可能要到這個地方去找到Chrome 位置在這邊 我有列在這裡 大家可以 照著這個位置去找 找到了之後 按一下開啟啟啟檔 它就會跑出來了 對 它就會跑到這個 啟動成的這個 這個方塊裡面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以後就不會再問你了 就是以後你按下這個地球 它就會自動打開Chrome 然後把網頁打開來 對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第一個網站 我的第一個網頁 就是打開 就 我把它縮小一點 讓大家看到 就是 Chrome 它就 就自動把Chrome打開來 然後 去 C的桌面 然後載入我的第一個網頁.html 你剛存到桌面的網站 然後就會出現 我的第一個 Bluepreform網頁 這就是你剛寫好的網頁 就是 我們剛在這邊寫好的 儲存下來的網頁了 就是 我們現在來做這件事情 在Bluepreform裡面寫下第一個 就是 建立第一個網站 好 那 再重看一次 第一次 第一個步驟 按下接力性頁面 建立告白網頁 然後 它預設會在設計模式裡面 如果在原始碼模式 設計模式 輸入一行字 我的第一個網頁 按下存檔 然後 輸入頁面標題 把檔案存到桌面 然後 按下地球 圖示去預覽它 然後 你剛 網站存到桌面之後 就會變成 這個檔案 我的第一個網頁 然後它的副導名 會是html 這是網頁的副導名 html 預設的副導名 對 你也可以直接點這個網 點這個網址 然後打開瀏覽器 來看 就是同一個網站 就對了 就是會是同一個網頁 就對了 跟直接從blugriming開 預覽是一樣的功能 好 那現在我先切回來 大家試著 照著步驟做一下 寫下你的第一個網頁 寫下你的第一個網頁 就是你剛剛 blugriming做的第一個網頁 可以看到就是標題這邊 就是分頁的標題這邊 有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就是我們存檔時候 所打的網頁標題 就會顯示在這邊 好 那現在我們先切到原始碼模式 回來blugriming 切到原始碼模式 看一下我們剛剛所打的這一行字 它在網頁的程式碼裡面 其實是什麼樣子的 它其實長的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最最最基本的網頁 的程式碼 那包含了我們上一個階段的 參考文件裡面有講的 HTL是什麼 HTL title是網頁標題 body是網頁的內容 它會放在body裡面 然後我們打了一行字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建立的 網頁的原始碼 其實你只要 如果你把桌面上面的這個 我們剛剛所存好的網頁 打開來 像是選用 選用 選用記事本打開好了 選用記事本 打開來 你有沒有看到就是一模一樣的原始碼 嘿 記事本 我直接用記事本打開來 把這個 剛寫的網頁打開來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最基本的網頁的結構 它是純文字的 其實大部分的網頁設計師 寫網頁的時候 都是用這種純文字的介面 對 包含記事本啊 包含的其他 subline啊 之類的程式 就是 atom subline 很少人用dreamweaver 對 如果 像我們就是 像我們是網頁 是網站公司嗎 如果 有人來 有人來應徵寫網頁 然後跟我說要用dreamweaver 我想說你不用來 就是可能語意上面寫dreamweaver 就連來都不用來 就是不太有人用dreamweaver在寫網頁 subline啊 之類的 就是最基本的網頁設計師 一定要會這個 就是要不可以 能夠用手寫寫出網頁來 那 沒關係我們用dreamweaver 就是如果你切到原始碼 就看到你 你所寫的網頁的原始碼 長的是什麼樣子 對 那 在講義上面的最後面 我也有 我也有寫了 就是因為 在我們所見及所得的網頁編輯器 其實它寫出來的原始碼 多多少少都會 還是都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通常我們都會就是 常常就是切過來 然後看一下說 它所寫的程式碼 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把它修改好 對 你可以在原始碼模式裡面 直接改原始碼 沒有問題 像我加個換行啊 像是加個換行什麼的 對 這樣子 再切回來就看到它多了一個換行 對 其實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來看講義 講義咧 講義在這 好 原始碼時間 切到原始碼模式 你可以看一下 剛剛在上一個階段 你應該 會 稍微有看到這幾個標籤 或是在X-REGARGOS裡面 在X-COMG那邊 你應該也會看到就是 有幾個熟悉的標籤出現 接下來我們要做 我們要加入連結 在網頁裡面是加入超連結 網頁這個媒體 就網際網路這個媒體 跟其他的 就是WORD 那種純文字的軟體 純文字的媒體 跟 就是傳統那種紙本媒體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有超連結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從一個網頁連到另外一個網頁 再連到另外一個網頁 這就是 Tim Burley他發明的 剛剛 剛剛參考資料裡面有講的 就是Tim Burley發明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讓網頁 一個網頁連到另外一個網頁 再連到另外一個網頁 再連到另外一個網頁 那我們現在要加入一個超連結 先輸入 一樣 回到Blue Briefing 切到設計模式 切毀設計模式 換行 按Iator就可以直接換行 就跟我一樣 然後輸入我的Facebook 或者是我的相簿 隨便你要連到哪裡 就輸入什麼 換行 輸入我的Facebook 我要在這個網頁裡面 連到我的Facebook 然後把它選起來 接下來 輸入之後 把它選起來 按下工具列的 插入並編輯超連結按鈕 這一顆 不是這一顆 是這一顆 不是左邊這個毛 毛是毛點 右邊這個連結 這個才是超連結 按下去之後 按下去之後 會跳出一個目標的視窗 在這個視窗裡面 我要輸入我想要連的 網址 這個超連結要連到哪裡去 直接在這個視窗裡面輸入 在這邊 就在這邊輸入就好了 在目標裡面輸入 要包含 HTTP HTTP 是網址的最前面的部分 那個東西要留下來 不然等一下 超連結會失敗 Facebook.com 我要連到我的Facebook去 HTTP 就是把所有的網址 輸好 然後標題 標題可以隨便打一個 Facebook 這個可以打可以不打 沒關係 然後下面這邊會有一個下拉選單 我們先選新視窗 按下確定 你就會發現 這段字變成超連結 這就是插入超連結的方式 這個是在講義的第五頁的最下面這個 加入連結 好 然後 現在我要同時示範 第六頁的加入圖片的部分 講義第六頁加入圖片 我同時示範這兩件東西 然後等下大家一次 把這兩個東西給做 好 那加入圖片的方式是什麼呢 首先 我們要先有一張照片 先準備好一張圖片 放在桌面上 那 我先去 隨便在網路上面 像我 我到我的Facebook上面去 然後 點了一張照片出來 然後把照片拉拉拉拉拉 這是 在網路上面抓照片的另一個 快速方法 你可以直接把 照片 把照片點開來 然後直接按出 圖片拉到桌面上 大部分的網站都可以直接這樣子拉下來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張照片已經存在桌面上了 大部分的流行器都非常用 Facebook都可以 對 那如果拉下來到桌面上 它不是一個圖片檔 那 那就是那個網站 它可能就是有設計成連結什麼東西的 那 反正我準備在桌面上準備一張照片 好 然後 接下來 我要 這是我剛講的 可以把照片按住 拖拉到桌面上 FiveUp跟Chrome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 我要按下 一樣按下工具列的插入並編輯影像 工具列 有一個照片的按鈕在這個 插入或編輯影像 然後它會跑出插入影像的對話框 在插入影像對話框裡面選擇 點選選擇影像這個圖示 然後選擇我剛存好的那張照片 這個圖示 選擇影像 然後回到桌面 有一個我剛剛存在桌面上的照片 有了 按開啟圈檔把它看起來 它就把照片載入進來了 好 然後接下來 選擇照片之後 要在替代文字這邊填寫 填寫 誰的照片 這個步驟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對它會解釋 我先在這邊寫下 寫下 這是我的照片 它不但很重要 而且你必須要寫下有意義的字 就是 這個圖片是做什麼的 你要直接寫在這個裡面 替代文字這裡面 完成之後 就直接按一下確定 然後你就發現 欸照片查到網頁上面去了 有點大 沒關係 可以直接點一下 然後把它縮小 就跟一般的編輯器一樣 跟我的一樣 它可以直接放大縮小 然後你直接存檔 就是你的網頁就有 然後一樣打開預覽 你就看到你的網頁 現在多了一個超連結 多了一張照片 然後這個超連結點下去之後 它會打開一個新的分頁 然後跑到 我剛剛輸入的Facebook 的網址去 這個超連結 那這個超連結 你在超連結的設定裡面 輸入什麼網址 它就會跑到什麼網址去 那 那為什麼我們點這個超連結的時候 然後它會開一個新的分頁 然後打開這個超連結呢 是因為 我們在 插入超連結的這個視窗裡面 有選了下面這個目標 如果這個目標 沒有 我們沒有選擇的話 它就會直接 在同一個頁面上打開來 像這樣 然後 我把這個超連結 拿掉 拿掉 然後 存檔 然後 預覽 如果你剛剛那個 連結的目標 沒有選擇 新視窗的話 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 在同一個頁面 跑到那個超連結那邊去了 這是超連結的兩種模式 回到講義來 我們剛剛做了 我們剛剛 我剛剛示範了 加入連結 按下工具列的 插入超連結 輸入目標的網址 視窗目標這邊 勾選新視窗 這是加入超連結的方式 的方式 然後 加入圖片 再工具列的 點工具列的插入編輯影像 然後 點 選擇影像那個圖示 然後選照片 在替代文字的地方 寫下這張照片 是做什麼事情的 是什麼意思 這張照片是什麼 然後 最後到 瀏覽器中預覽 好 我們現在做這兩 做這兩件事情 給大家 五分鐘的時間來做 大家應該都已經寫了 就是 應該已經寫了 把你的第一個網頁 加入了一張圖片 然後加入了超連結 至少會有這兩件東西 然後 我們到 我們來看看 看看 現在在原始碼看看 這是我們 最最最出現 打盪的一段話 然後 我們剛剛也加了一個超連結 像我加了一個我的Facebook 然後連到 連結到Facebook去 title是Facebook 然後連結的目標是HREF 這個在附錄的HTML簡介裡面都有 這個是超連結 是我加的超連結 從A開始到斜線A結束 中間是文字 然後 我還加了另外一張圖片 這個是圖片 圖片 圖片的標籤是IMG 然後 這個是替代文字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在插入圖片的時候 一定要寫說 替代文字你沒一定要寫說 這是什麼東西 叫做圖片 然後圖片的 這個檔案 是這一個檔案 這是圖片的檔名 為什麼要有ALT這個東西 原因是因為 有些人他上網的時候 他可能看不到圖片 那看不到圖片的時候 當圖片可能網路很慢下不下來 或者是 可能他是盲人 他根本就看不到圖片的時候 那 他上網到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這一段替代文字 他就會知道說 這邊有一張圖片 這個圖片的內容是 是什麼 就是我們寫的 ERWIN的照片 所以說我們寫網頁的時候 會強調一件事情 叫做網頁情合力 就是你寫的這個網頁 要讓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不論他是一般人 用瀏覽器上網的 像我們這樣的一般人 或者是 他是盲人 他可能用的是 聽的 他用聽的來上網的盲人 或者是 但是 有些人 他用的不是Windows這樣的作業系統 他用的是 Mac 或者是用Linus的作業系統 可能會用別的瀏覽器 然後有些人他上網的時候 他用的是純文字的瀏覽器 可能大家都沒有看過 他只會顯示文字 然後所有的圖片都不會載入的瀏覽器 然後或者是有些人 他在網路很慢的地方 所以他可能會把圖片給關掉 這樣子 這樣的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圖片有加上 就是那個圖片 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說明 我們 那些人 就也可以知道說 這是什麼的 他就不會錯過這張圖片了 所以說 我們在插入圖片的時候 會需要加上 就是會需要加上這個替代文字 就是在插入圖片的時候 會需要寫上這個替代文字 對 那在我的講義的 第二段的最後面那邊 有參考文件 有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裡面 有一篇網路親和力的文件 再來 我看一下這第幾頁 講義第八頁 第八頁的下面 有這些普通資料 裡面有這兩個 談網頁內容的親和力的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蠻久的 已經兩千年 兩千年 兩千年 兩千零七還兩千年八 我忘記了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人在提倡這件事情 網頁的親和力 對 然後還有維基百科 對 大家回家之後可以看一下 什麼叫做網頁親和力 為什麼我們要加入圖片的替代文字 就會非常的清楚 你就會非常的清楚 了解為什麼要加入這個東西 替代文字 對 好 所以說 這是我們剛剛寫的網頁 還有它的原始嗎 長相這樣子 好 回到我們剛剛的交流圖片的這個步驟 它的原始嗎 LT是什麼意思 它是T代文字 調整大小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圖片 你有把圖片的大小 有把它調整過 你會在原始嗎 裡面看到 圖片的這個原始嗎 它會出現這個 Style等於 然後會有一段 長寬 這是寬 這是高 寬是300pX 高是215pX 然後Style等於 如果我們有調整圖片的大小 就會出現這個 就會出現這一段 這一段Style 這個就是 CSS的部分 就是我們 用這一段語法 告訴瀏覽器說 我這張照片 要顯示成這麼大 對 那位置是寬 它也是高 PX是一個點 所以 我要顯示成寬 300個點 高215個點 那 理論上一個點 就是你螢幕上的一個點 就是 異晶螢幕 如果你的螢幕是負HD 可能就是 1920 1080 如果你的螢幕是 一般的寬螢幕 可能是 寬1400點 高900點 或是寬1680點 高1050點 就是 跟距離的螢幕大小 會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用的最基本的單位 是PX 就是一個點 所以說顯示在網頁上面 就會變成 寬300個PX 高200個PX 這就是最基本的一個 CSS標籤 那 CSS CSS 是樣式 HTNL 是內容 像這種 這些HTNL 綠色的標籤是HTNL 這些綠色的標籤 是描述這個網頁的內容 這些紅色的這個 就是Style等於這個 這個是CSS 是描述這些東西的 這些HTNL的東西的樣式 CSS加HTNL加起來就是一個網頁 然後回來講義 我們剛剛看的超連結 看了圖片 那接下來的 接下來是行內樣式的部分 剛剛也有蠻多人已經試過了 就是把文件 把文字 就是把網頁上面的文字 加入 加入寬 加入 出體 寫體 之類的樣式 我快速的示範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樣式工具類 大家可以 選擇文字 然後我要它 強調 這個其實是 這是出體 然後我想要 我想要強調這個blue reform 這邊有驚嘆號 一個強調兩個強調 就是 一般的強調 然後或者是非常非常 更強烈的強調 對 網頁有很多種不同的強調方式 然後有底線 或者是協體 這個超連結顯示成協體 對 剛剛有蠻多人已經都玩過了 或者是我要靠右 靠中 靠左 網頁的排版其實 就是很簡單的 靠左靠中靠右 這幾種組合 組合出來的 包含了大家看到的很複雜 很複雜的網頁 其實也沒有很多的變化 其實它的樣式就是 它網頁的樣式是還蠻局限的 那透過這些很基本的這些樣式 我們就可以組得出 就是大家看到那種 一般的網頁的樣子 對 那 像我剛剛設定了底線 設定了一個強調 然後強調在流行器裡面 就這種變成協體 然後 第二層的強調 它會變成出體 這就是 我剛剛設定的樣式 欸 然後這邊有協體 對 有一個概念是 網路上面沒有字體 也不是說沒有字體 是沒有特殊的字體 所以 當你在瀏覽器 當你在Program這邊設定 設定 可能你會設定字體 對 它這邊 有個樣式面板 可以讓你設定字體 當你在Program裡面 然後可能你會幫它設定 什麼字型 什麼字型 這麼多 設定字型的時候 其實 可是 在別人的電腦上 是看不到字型的 所以說 網路上面 只有最基本的字體 那 以中文字來講 就是星系名體 不要開體 就是 微軟 黑體啊 然後 蘋果的就是蘋果 立中黑啊 蘋果 黑體啊 就是網頁上其實 只有預設了一個字體 所以說 很多人 可能就是你希望 可能第一次做網頁 你就會想說 我要把它設定 電腦裡面的字體 人家最常舉例的少女體 別人是看不到的 對 就是 我們 因為你 下載網頁的時候 不會連字體一起 上傳網頁的時候 不會連字體一起上傳到網路上 所以說別人是看不到 你自己設定的字體的 這是 最基本的 這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好 幫網 幫網頁加上樣式 OK 樣式這部分 就 先跳過去 就沒有要讓大家 不讓大家就是自己練習了 就是大家等一下有空的時候 可以再自己練習 調整樣式 我們直接 繼續進行下去 因為剩下半小時左右 不到半小時的時間了 所以我們就繼續進行下去 繼續看下去 這是設定樣式的部分 還有內樣式的部分 大家可以 等一下可以 再按照響音的方式去做 然後 如果你想要設定更近 更 複雜的樣式 就是 Blue Reform有這個功能 就是 它可以開啟一個 開啟一個樣式面板 在 選單上面有一個面板 然後這個樣式設定 你把它打勾起來 然後 它應該就會跳出一個樣式的面板 如果沒有跳出來的話 右邊這邊有一個 可以打開的 它就跳出這個樣式面板 這裡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樣式 樣式相關的設定可以調整 顏色啊 字體啊 要記得 網頁上只有一半的字體 然後文字要多大呀 行高啊 威姿外觀 什麼 浮動這些 各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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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樣式 都在這個樣式面板裡面 這個裡面所設定的東西 就是CSS的東西 HPML是內容 CSS是樣式 你在樣式面板裡面所設定的所有東西 所有的設定都會變成CSS 都 BlueGriffle都會幫你寫成CSS 像是這樣子的CSS 靠左 底線 出體 寬高 這些就是BlueGriffle會幫我們 會幫我們做的事情 那 一般寫網頁的 一般的網頁設計師 通常都會自己手寫這些 常見的樣式 那BlueGriffle把所有的 可以設定的樣式 就是通通整理成 通通整理在這個樣式設定裡面去了 好 這是樣式 如果想要知道 右邊這麼多複雜的樣式 要怎麼用的話 其實市面上蠻多CSS的書 可以找來看看 對 因為 CSS常見的 樣式大概就有幾十種 就超過幾十種 對 或者是直接你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面 有蠻多相關文件 像是Moeira這邊 就有一個 很完整的CSS 參考資訊的網頁 對 那 那 記得說 是 翻譯有點不太完整 但是就是 它有非常非常完整的 CSS的列表 對 那你記得之後就可以一個一個文件點去看 就是 市面上有蠻多 CSS相關的書籍 好 到這裡 我們基本上已經介紹過 怎麼用BlueGreform 建立最最基本的個人網頁了 真的是最最基本的 BlueGreform其實還有蠻多功能的 它還可以 它還可以有樣式的模板 就是可以有預設的樣式 然後就可以比較快速的建立出 看起來比較漂亮的網站 對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其實這些所見幾所的網頁編輯器 它通常它的原始碼還是 多少都會 組織的不是那麼好看 就是原始碼組織的不是那麼好 所以說 當我們寫網頁的時候 你還是要多切換到原始碼模式去 然後了解每一個 你 BlueGreform 把你寫上的每一個HTML 到底是什麼 然後有什麼寫的不好的地方 可以手動把它改好這樣子 然後網頁設計有兩個很重要的 有兩個很重要的 液體 第一個是語意化 Semantic 第二個是網頁親和力 網頁親和力 我剛剛有介紹過了 就是我們要讓容忍 讓盲人 讓手不方便的人 讓 不是用圖示 不是用圖形化的界面上網的人 都可以看到這個網頁 讓不論用任何瀏覽器 整個作業系統 上網的人都可以看到網頁 或者是讓手機 不同的手機 iOS Android都可以看到同樣的網頁 這是網頁親和力的部分 那語意化的部分 就是說 HTML要寫得非常有語意 有結構 就是像是 HTML是文件 那一個文件裡面 就會有這個段落 要強調 要強調這個段落 這個段落是 是參考來的 這個段落是引用別人的 引用別人的話 這些就是要有語意 對 那這兩個議題是大家 如果對設計網頁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 查查看 然後可以 到網上 閱讀一些相關的文章的 補充資料 Blukeleform有補充資料 有一個很完整的 Blukeleform的手冊 是英文的 但是它是免費的手冊 它長得像是這樣 就是它長得像這樣子 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英文的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完整 也是PDF的手冊 對 非常非常的 每一個功能都有介紹到 就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手冊 Blukeleform手冊 那這是第一個參考 可以大家可以看這本手冊 第二個 有一本中文書 是蘇世龍老師寫的 這是給國小的教學的課本 比較便宜國小的課本 市面上可能 就是可能一般的書店買不到 可能要用定的 這一本 Blukeleform網頁設計 它同時還講了 GIMP INSCAPE這兩個 影像編輯軟體 一個是 GIMP是 有點像Photoshop的 照片編輯軟體 INSCAPE是 因為像以拉的 向量編輯軟體 加上Blukeleform 這本書 今年年初上市的 這是中文的書 兩個參考資料 第三個 網頁新合力相關的 最重要的一篇 中文的文章 是絕代的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 應該是08年 還是09年 那個時候的文章 然後網頁新合力 維基百科上有蠻多相關的資訊 可以看的 這兩個是網頁設計 很重要的議題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了解的話 好 上面樣式的部分 就讓大家自己回家慢慢玩 我們現在就省掉那個時間 不讓大家就是去試那個樣式了 那接下來 我要講第三部分的 如何把我們剛剛 Blukeleform 建立的網頁發佈到 發佈到DHUB上面去 那DHUB其實是一個 程式碼管理的網站 它其實不是 主要不是拿來放網頁用的 它主要是拿來放 open source的程式碼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像Moeira就把Fibas放在上面 那任何要修改Fibas原始碼的人 都可以從上面 把程式碼下載下來 那像是 以台灣為例好了 PCMAN 這個程式它也會 它也在Github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到上面去抓下 PCMAN的原始碼 然後修改完之後 你也可以送到上面去這樣子 它其實是這樣用的 它是原始碼共享兵台 對 那它另外還提供 這個GithubPages的這個服務 這個服務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服務 GithubPages 這個服務 那你很簡單的可以 把網頁放到網路上面 那雖然 GithubPages通常是 用Git這個原始碼管理工具來用 但是 我們今天會直接用它的 線上編輯介面 不會去用Git這個工具 我剛才講 首先我們要註冊一個 Github的帳號 第一個我們要先 打開Github的首頁 在右邊輸入 三個資料 你的username 就是你的使用者名稱 那這個使用者名稱 就會變成你的網址的一部分 就會變成 最後你的網址會是這個網址 username username.github.io 最後你的網站會放在這個上面去 所以username就是你的使用者名稱 email email 就輸入三個東西 username email 然後設定一個密碼 下午隨便輸入 emme 加2 email email 就註冊完了 對 就是Github註冊很快 它註冊起來就是這樣子而已 然後 當你這個 這三個資料都輸完 按下3R4 Github之後 你會收到一封信 跑到你的email去 它會告訴你說 請認證你的email 對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認證連結 認證連結 點下去就會讓你認證 對 好 那我也要省時間 所以我把它也開好 點下去之後就會跑到 跑到這個界面欄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confirm 就跟 跟講義講的一樣 講義上有講認證電子有件 到你的email裡面去找這封信 Github please verify your email 這封信 然後點下confirm 它就會認證 就會認證好這個email 沒有認證也可以用Github 但是你沒辦法發布網頁 那我們今天要發布網頁 所以我們要完成email認證才行 那註冊Github 這是講義的第三個部分 使用Github page 使得第一個 使作註冊帳號 然後第二個 認證電子有件 如果你在你的email裡面 找不到這封信 應該不會 但是如果碰到的話 請按照這個步驟 去做 那我就不細說了 這是講義的第九頁 請大家先 去註冊Github帳號 好 那 註冊完的 你可以按照下一步 去建立專案 跟上傳原司 那我們現在先讓大家註冊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接下來會把 註冊完之後的步驟一次示範完 然後 大家就可以繼續 繼續 按著講義操作 那 如果 就是不要拖到大家 就是離開的時間 如果大家有事的話 就可以先離開了 那 我接下來會先示範 示範完之後大家就可以 所以 就是 如果有事的話就可以先離開這樣子 先切過來 註冊完Github之後 你會看到 你會進到 Github的這個主畫面 這是你的Github專案的主畫面 像講義上面所講的 我剛剛有講的 註冊帳號認證有件這兩件事情 接下來要建立專案 你會看到Github的主畫面 主畫面 右邊有一個綠色的按鈕 加NewRepository 就是建立專案的功能 這個加NewRepository 點下去之後 會跑到建立專案的這個畫面來 這個畫面上面要輸入 專案名稱 那這個專案名稱 它比較特別 它要求說 你一定要輸入這個 就是 你的使用代號 你剛剛所輸入的 Github的使用者代號 點Github.io 像這樣 像我所說的這樣子 我的使用者代號是 IRVINST2 所以就是IRVINST2 點Github.io 這是在建立網頁的時候 一定要用這專案名稱 就只能用這個專案名稱 然後直接開啟網頁 就Create 開啟專案 那按下綠色的開啟專案 按下去之後你就會看到 Quick Setup的這一串 看到這一串就表示專案開好了 等待一下 開好之後 我們就要把 剛剛Blue Greenform 所做的網頁上傳到 上傳到這個專案上面去 好 這個 有點慢 呵呵 還是很慢 沒關係 先等他一下 不急 我們要怎麼樣上傳這個網頁到Github上面去 Github有一個編輯 編輯 就是有一個新增檔案的功能 直接點 就是等一下會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你的空專案 你的空專案上面會有這行字 那我們隨便點 其中一個連結 這三個連結的其中一個連結 它就可以新增檔案了 那新增檔案的時候 然後檔案要取 index.html 這個是 規定的 就是所有的網站的預設 第一個畫面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檔案 所以我們新增檔案的時候 要新增這個檔案 哇 還在哪個 在等 開好了 開好了 它其實開好了 如果剛剛新增專案之後 就會跑到這個畫面來 那表示你的專案就已經開好了 就已經開了一個空的專案了 就是在這邊 建立專案的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會看到這個畫面 quick setup 就表示你把專案開好了 這是你的帳號 這是你剛剛開好的專案 username.github.io 那下面就會有一大堆 runrunrun的東西 那沒關係我們先不用理它 接下來的下一步 上傳原始碼的第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新增一個 index.html的檔案 所以說我們要點選 空白的專案頁面上面的 這一行字 這一行字裡面的後面 這三個連結 任何一個都可以 點下去它就會進入新增 新增檔案的介面 然後我們要把檔名 改成這個預設檔名 這個檔名 大家就會看到就是跑到 新增檔案的介面 新增檔案介面上面 有一個輸入檔名的地方 輸入index.html 接下來了 接下來回到bluegreform 切到原始碼模式 複製我們剛剛所貼的那些原始碼 所寫的那些原始碼 所寫的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全選複製就好了 可以編輯全選 編輯全選嘛 然後編輯複製 把原始碼整個複製起來 回到github 複製 然後接下來再回到 瀏覽器 中間的空白編輯的地方 點選中間這邊 add new file的這個介面 空白處 等任何一個 就是把它整個 就點一下 點一下空白的地方 然後 可以直接換行 直接貼上 直接把我們剛剛複製的原始碼 貼上來 把它整個貼上來 這個也不要好了 就是 反正就是把 剛剛bluegreform的原始碼 整個複製好 整個貼上來 記得檔名要修改好 然後直接 最下面最下面最下面 最下面 commine new file 就是建立檔案 按下去 就會回到 專案的檔案清單的介面 這樣就好了 我就把我的bluegreform 寫的網頁 上傳到github 這個專案裡面去了 那 這個就是我的 我剛剛建立的網頁的原始碼 我剛剛建立的網頁的首頁 好 然後 當你把你的原始碼 複製好 貼到github 然後存好檔之後 你只要稍等一下 稍待片刻的網站 就會出現在這裡 就會出現在你的 你的username.github.io去 上面 像我的username 只要等一下 像github就會把網頁顯示到這裡來 還沒好 可能就是要等他一下 好 好 那我昨天有 先 建了一個 這是我昨天晚上先開好的專案 然後一樣就是bluegreform的網頁貼上來 然後就跑出來 這是我的網址 這個就是你的網頁 在網路上面的網址 這一段 那你可以把這個網址抄下來 留給別人看 這是你的網址 好 那這個介面 你只要點這個index.htl 就可以修改原始碼 就可以進來 然後進來之後 有個修改的按鈕 所以 你在bluegreform這邊 新增 就是可能做出任何的修改 就可以把原始碼 複製起來 然後貼過去 貼過去 這個地方把它蓋掉 然後再存檔就好了 你的網站就會 有修改 就會修改了 就會網站就會有最新的修改了 好 那 我很快的把github這部分 的實作示範了一遍給大家看 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如果 你沒有空在這邊把它做完 把它做完 你也可以回去按照講義去做 你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就是看到跟我 做到跟我一樣的 這樣子的進度